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8月6号以来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战事 成为了俄乌冲突的新焦点 俄罗斯国防部8月13号 发布库尔斯克州战报称 俄军在库尔斯克州多地 遏制了乌军机动小组的推进行动 打击了乌军人员和装备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 当天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 乌克兰军队在过去24小时内 又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部分领土 俄罗斯国防部在13号的战报中称 俄军在库尔斯克州 打击了乌军第22、61、115机械化旅 和第80、82空降突击旅的人员和装备 截至目前 在库尔斯克州的战斗中 乌军已伤亡2000余人 35辆坦克 31辆装甲运兵车 18辆步兵战车 179辆防弹车 78辆汽车 4套防空导弹系统 两门多管火箭炮和14门火炮被击毁 13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 进行视频通话 泽连斯基称 乌克兰军队在俄库尔斯克州的攻势 仍在继续 以控制库尔斯克地区74个居民点 乌克兰下一步行动的准备工作 也在进行中 挑战仍在继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8月13号在社交媒体上称 当前战斗艰难而激烈 但乌军在俄罗斯 库尔斯克地区继续推进 乌方的谈判筹码正在增加 俄罗斯总统普京 8月12号就俄南部边境局势 召开会议时称 乌方对俄本土发起了袭击 旨在提升在谈判中的地位 俄方将坚决回应乌方 在边境地区的一系列挑衅 此外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今天表示 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州发动的袭击 将导致和谈的议题长期暂停 有消息说乌克兰方面 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 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外籍人员 和北约国家提供的武器装备 8月12号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布视频称 一位被俘的乌克兰士兵表示 有外国雇佣兵参与了乌军 针对库尔斯克州的军事行动 不过对此目前乌方暂无回应 视频中的这名男子 名叫鲁斯兰 26岁 自称是参与此次库尔斯克州行动的 乌克兰第80空中突击旅的现役成员 在库尔斯克当地居民的协助下 被俄方抓获 鲁斯兰表示 他最早是在穿越俄乌边境时 在军用电台中听到了 用外语交谈的声音 当时他还以为是干扰信号 不过他后来意识到 这是本地通讯 因为有乌克兰军官在回应通话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号报道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 斯维特兰纳·彼得·联科表示 乌克兰方面在库尔斯克州 大量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枪械 重型装备 多管火箭炮和其他武器 俄方已经指定了专家 对已经缴获的物证进行检查 乌克兰还寻求在库尔斯克州的行动中 解锁更多西方武器 据英国电讯报网站12号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将再次要求西方盟友 允许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 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他已指示国防部和外交部官员 就此拟出必要的行动清单 电讯报网站援引英国政府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英国政府尚未批准乌克兰 在库尔斯克州的行动中 使用风暴支营导弹 目前英国政府允许乌克兰 使用英国提供的风暴支营导弹 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 但宣称这种打击应仅限于 所谓防御目的 风暴支营导弹是英国与法国合作生产的 因此法国在该导弹的使用问题上 也有发言权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12号表示 乌克兰国防部正在请求法国 批准乌方使用法国武器 攻击俄罗斯领土 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 支持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 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俄军目标 另一边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则表示 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袭击 符合使用美国提供武器的相关规定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 从当地时间8月13号夜间到今天凌晨 俄防空部队拦截了乌军四枚战术导弹 和117架无人机 其中在库尔斯克州上空击落了 四枚原点U战术导弹和37架无人机 在沃罗逆日州上空击落了37架无人机 在比尔格罗德州上空击落了17架无人机 对于俄方的说法 乌克兰方面没有回应 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 今天宣布比尔格罗德州进入紧急状态 并计划申请进入联邦紧急状态 此前一天 克拉德科夫称 由于乌克兰军队的行动 8月12号该州已有约1.1万名居民 疏散至其他地区 乌军8月6号起对俄罗斯边境州 库尔斯克州发起进攻 该州从8月9号起进入了联邦紧急状态 此外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 8月9号宣布 自当天起在库尔斯克州 比尔格罗德州 布良斯克州实行反恐行动制度 以保证居民安全应对敌方破坏和恐怖威胁 随着库尔斯克战事的展开 俄乌在北线战场的战线已经长达约上千公里 包括俄罗斯的比尔格罗德和布良斯克都被波及 乌方称此次行动事关乌克兰的安全 不少西方媒体都在说这是冒险行动 那么接下来乌方会不会继续拉长北部战线 这给乌克兰带来的究竟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特约评论员杜文龙的分析 美国参议员到访基辅称赞乌军对库尔斯克的攻击行动 叫大胆 完美 漂亮 而且这种作战行动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集中五到六个领域或者采取西方主战武器装备强力 在库尔斯克方向发动作战行动 无非三个意图 第一就是减轻正美压力 第二就是向西方寻求更多的武器装备和资金 另一方面就是提振士气 但目前看这几个目标跟距离相比有比较大的差距 你首先如果在正面这样的影响 但是乌军 俄军强化了正面攻击能力 像这两天我们看在库尔斯克方向 进行激战的过程中 俄军在阿夫杰 耶夫卡 诺夫格罗多 几个点正在强化进攻 而且在基辅包括利沃夫的空击行动 也在逐渐加剧 也就是说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攻击行动 对于正面这种攻击效果的抵消作用 好像不太突出 所以从这点上看 要想完全去遏制目前俄军的攻势 难度相对较大 所以总的感觉 这次作战行动的效果还值得观察 如果能够通过这次行动 向西方国家引发关注 要更多的装备 要更多的资金 要更多的资源 这大概是一个重点内容 要想凭借几个旅 如果在较宽大的正面上 形成战略效果现在难度极大 所以现在看 如果美国大选不关注乌克兰 中东很乱 不关注乌克兰 西方援助下降 这个状态下如果通过在库尔斯克的强力攻击行动 获取能够在提振士气的过程中 向西方国家发出强硬声音